这是109年12月9号 市到102线上 21K附近发生边坡摊坊的现场 在三调理办公室区公所反应后 新北市养工处随即前来 进行双膝制瑞芳的道路抢通 封闭时间虽然不到一天 但因为多日丰沛的降雨 以及酷寒的温度 增加边坡附建工程的难度 好不容易3月底前完工 利用贴地式防护网 岩栓及急流沟的处理 虽然现在光秃秃的 但日后能让植被重新长回来 我们用贴地式防护网的 它是跟大地接触的 其实它的植生跟草 在日后都还会富裕生成 所以未来这片的山壁 会隐身在我们的草丛跟树木之间 既有生态的一个功能 又兼具安全的一个保障 所以这部分在我们工程设计上面 是有考虑的 我们不燕亭这边是一个非常 大家年轻人很喜欢的一个打卡景点 透过这样的一个拍照 可以将我们道路的一个景观之美 融入在我们的照片里面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生态工法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整条102线又撑寂寞公路 随着不愿停美景爆红 很多民众都愿意绕山路 前来拍网美照 但一路上其实有多处 摊房工程的痕迹 许多防护网都已长满植物 与周边环境融入的不错 双溪区因面对雨量的风口 部分区域土石特别容易滑落 溪水更容易因蚝雨泛滥 过去居民就曾留下对天灾的深刻记忆 双溪曾经在民国90年的时候 那里台风 还有我们的93年的那台风 造成双溪的大淹水 那甚至淹到两层楼 包括山中庙 包括我们的渡船头 还有整个的一些古迹 还有一些民宅都淹得相当严重 那我们民众怕说 因为现在气候的变迁 可能随时都有灾害的发生 大规模的淹水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短时的墙降雨 还有那个铁道的铁桥 整个河道受阻 公所还有新北市政府 针对这些都已经有做改进 那所以现在淹水的部分 进行比较减少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民众能够了解 我们并不怕灾害的来临 最主要是当发生灾害的时候 你怎样能够自处 过去渔航 共和新鸡 牡丹等里都发生过大规模淹水 所以双溪区公所 特别重视防汛防灾的演练 15日特别出动工程厂商 救护人员 模拟土石掩埋的抢救 还有共和大桥的避难风路 并以里内广播及志工团队协助救灾 新北市副市长谢震达 新北市员林一企服务处 新北各局处单位 也都前来视察验收 防汛期间已经要到来了 今天是双溪区公所来做一个防灾的演练 我们包括从物资的一个准备 还有我们防灾社区的一个配合 还有防灾志工 透过里长的一个召集 还有所有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准备 以及灾害来临的时候 所有的风桥的整整的演练 我想目的就是希望 真的万一遇到灾害的时候 能够有透过这样的演练的系统 第一线的同仁知道如何去处置 来保护我们双溪区民的一个安全 整个演练过程非常的一个到位 我们希望也能够按照这个演练过程 来执行我们所有的防灾准备 从新北市政府升格以后呢 这十年来 不管是从早期的朱立伦市长 或现在的侯市长呢 其实每年的公所 都有做相关的一个防汛的演练 其实一年比一年准备的更充分 我相信虽然这几年 我们没有一个台风的灾情 不过有一个防防于未来的准备呢 对于未来 不管有任何的灾情情况 我想我们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双溪区每个里都有活动中心 或学校庙宇 作为居民避难时的收容地点 偏向高龄化严重 要如何将避难的准备工作 建立在老人家心中 需要搭配社区宣导与演练 借由较年轻的志工 临社间互相帮忙 才能让灾害损伤降至最低 如果万一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 必须要撤离的话 我想我们每个里都有广播系统 社区的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巡守队 逐家爱护的 以重点式的来加以疏导 那劝离 因为我们一般在偏向地区 都比独际老人比较多 都是一个两个人 甚至于是一个对一个外劳 年轻的里民都往外面 都说必须要透过我们当地的这个里民 来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个巡守队 然后来加以防范 近年来市政府很积极在推动 所谓的自主防灾社区 双溪区总共有12个里 其中已经有7个里的话 都已经完成自主防灾的认证 其中像平林里 还有我们的牡丹里 更是有任性社区的认证 那另外的话 公所办理防灾的绘画比赛 那儿童的防灾的演练 让小朋友能够知道 整个防灾收容安置的流程 借由教育向下扎根 双溪区的收容演练已相当成熟 此次演习从第一步量体温防疫 然后做灾民的登记 依据需求不同 安排家庭的照顾区 单身男女的照顾区 儿童的照顾区 还有针对弱势进行紧急医疗 及出生儿的哺乳照顾 也是有专业的心灵抚慰专区 语言沟通专区 游气火石专区 为灾民提供更好的待遇 让受灾户能休息 安心将外头的救灾工作 交由工部门处理 记者超温双溪采访报导